抱歉我的示范其实不是很像一个童年闺蜜做的事 童年密友会做的事情其实是会搞事情的 因为你作为童年密友对方说的那个改变啊 你是深知他被这件事其实折磨了很久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让人失望的爸爸 比如说一个不接纳我脾气很糟糕的妈妈 挑剔我的妈妈 其实他是从小受这件事的折磨到大的 他作为童年密友第一反应其实是 哇真的假的 那报仇的时机来了吗 这个时候其实是报复性的去对冲这件事 造成的伤害的机会来了 有点温柔了 对除除非有些人他是穿越这没办法 有的人是父亲已经去世了 然后穿越回去让父亲有个曾经的人生 那这个没办法我们不是说讲当下 而当下如果这个魔法官可以改变 通常一定是那个 就是他身上这个特质折磨你最多的人 所以呢我们看到通常都是爸爸妈妈或者子女 都是跟自己最近的人 搞事情的机会也是在这儿 为什么让你作为童年密友建议他搞事情呢 其实我们改变别人永远都是为了自己 人在骨子里在本性的层面都是自私的 哪怕对自己的至亲 我们真正跟至亲的所有的体验 其实都是基于我们自己 这件事情对我好还是不好 对我有没有什么 即便是爸妈健康 即便是他们之间的幸福 我们之所以会在意这件事也是因为跟我们有关 这件事对我的幸福感对我的感受观感太重要了 那个什么他所以我才会关心这件事 在意这件事和想改变这件事 所以童年密友的角色是什么 是我深知这件事对你的重要 这是童年密友 特别好啊 回来了 我也没错过什么精彩的 我只是在讲我之前不像个童年密友 现在我在试图弥补 但是也好像也晚了 大家好多练习也做过了 不过我看到大家做的都蛮深入的 直接弥补了我那个演示上面的那个糟糕 特别好啊 童年密友就是可以一起干坏事的 童年密友就是会帮助你想 报复性的去补偿这件事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惭愧啊 不像一个童年密友的好 我不是小时候没朋友吗 所以大家也要能理解我 我是不是小时候总是别人家孩子 害人家挨打 谁当我童年密友啊 大家见了我都太正经了 所以我就缺乏这方面的想象力 你看 是的 所以现在谁来分享一下刚才的过程呢 我们一定会拖延一会儿啊 大约在11点结束 我尽量啊 这个谁来分享一下刚才的过程 你觉得刚才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给大家讲的 好 樱桃 这个打开你的麦 樱桃 我发送一个星球 樱桃 樱桃 老师您好 不好意思 刚刚可能麦没有打开 现在打开了 好 可以讲了哈 就是我概括总结一下 我们刚刚的 有一个小组讨论 然后非常感谢我的几位 小伙伴 男闺蜜 女闺蜜 对 密友 男闺蜜 女闺蜜 然后我们分别讲了不同的 我们讲了不同的魔法 然后改造 分别改造的是父亲 母亲 然后还有 还有他的孩子 然后还有我讲述的是我的一位长辈 奶奶 对 然后我们在整个的活动当中 就好像相信那几分钟 那魔法真的实现了 然后我们在里面感觉到了爱的流动 就是我们相信那五分钟 真的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我们幻想的东西变成现实 虽然现实很很骨感很难 但是我们就相信经过那几分钟的治愈以后 我们就觉得哎 我也可以治愈自己了 对 就是这个爱的流动 就像老师刚刚在在我们群里面说的一句话 就是 我们群的容纳能力很强 很有爱 所以我们相信啊 这份爱 这个呃 这个这个游戏 让我们觉得啊 我们都重新好像 活了一次 有一种这种感觉 谢谢 非常好啊 非常好 你们那一组确实包容度很强 我们希望事情 我们最后 终究这根魔法棒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他现实不存在 但其实 那个结果是存在的 就是 如果 如果 奶奶 比如说奶奶 心有怨恨 在家里面总是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心中的怨气 带给大家伤害 带给大家曾经不愉快 但是 那个可能性 也就是 奶奶有一天其实变好了 然后大家就流动起来 这个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 而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在心里的 其实 在我们想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无法想象永远 从来不存在的东西的 人类永远都是 就是 内心有什么 才能创造什么 而那个其实不是创造 而是本来就有 只不过它隐藏在了一些不好的气氛底下 那就是 真正的这个东西 就是 现实我们无法改变 但是 内在的那种情感流动 这个永远存在在潜意识当中 我们做的无非就是把它发掘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刚才你们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特别好啊 我还没有听到特别搞事情的 请那个杨阳是第二个举手的 你来分享一下吧 杨阳可以打开你的麦 听到打开麦 好 我们这个组呢 就是刚刚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对 大家都处在一个共情的状态 确实没有搞事情 然后 老师过来给我们指点的时候呢 时间又到了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假如我们搞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把它搞出来 大家就是自己肯定前进的那些 就是让自己非常爽 然后 也可以从一个非常 从一种幻想的角度去疗愈一下 就是之前的那种创伤 仅仅如此哦 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说刚才有没有特别有趣的 是谁的分享啊 或者你自己的啊 就是改谁 改成啥样 呃 就是说 说一下我 我对我的父亲吧 嗯 我的父亲小时候特别喜欢 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 而且这个 别人家的孩子呢 就是非常 非常特定 就是他的同事的儿子 跟我总是同班 小学初中高中都同班 我考试我就要费很大的力气 我才能考得过他 大多数情况下 我都考 考不过他 所以呢 呃 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讨厌那个孩子 就是特别讨厌 但是事实上 长大了之后成年了之后 我发现 哎 跟他关系还挺亲近的 还挺好的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事情 我让他 呃 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让我的爸爸不爽一下 嗯 你改是吗 你改 这件事对你肯定是影响很大的 那你改成啥样子呀 是改爸爸呢 还是改那个 改那个 改爸爸呀 改爸爸 让他不要再再 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就 不让我 呃 不把我拉 拉我和这个 孩子做比较吗 就是他同事的儿子 嗯 对 是他领导的儿子 嗯 爸爸有点好像更喜欢那个啊 就总拿那个跟你比 然后说人家好 对 好 这个事情 其实这一改以后 你作为洋洋的童年密友会怎么样 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啊 真的假的 然后会想呢 这不是报仇的机会来了吗 因为作为洋洋的童年密友肯定知道 他没少被这件事情折磨 所以嗯 报复性的去抵消 这件事情带来伤害的机会就来了 因为是魔法棒嘛 魔法棒一挥 他只能照这个设定来 也就是说 洋洋哪怕再比不上人家 他爸爸都得什么喜欢洋洋 那你能想到的报仇的机会 事情有哪些呢 因为洋洋现在就可以带着父亲 就是当着父亲的面讲 哇 我什么什么 我各种各样的很过分的事 比如我同时谈好几个男朋友 讲给父亲听 然后父亲还得夸他 我女儿好有魅力啊 好好啊 我女儿这么好人喜欢啊 洋洋可以现在拿出最后一名的卷子 考零分的卷子 让父亲夸他 对不对 哇我女儿好聪明啊 都会考零分啊 都这么节约体能 一点脑子都不费 这叫童年闺蜜 童年密友 就是就是搞事情的 就是全世界 我只站在洋洋的角度 想问题 我只你什么恭喜他一个人 其他的人不管 他父亲不管 别人不管 只管他 这叫童年密友 所以我一开始也没有弄太好 做一个很好的闺蜜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把这个搞事情的 那个那个细胞调动出来啊 不过我还是看到很多搞事情的事情啊 那个这之所以做这样的练习是什么 就是那一件拿来折磨过我们 曾经折磨过我们的事情 其实背后那个位置是没变的 大家发现没 就尽管这个人做了很多伤害你的 让你很难受的事情啊 折磨到你的事情 但是呢 你他依然在你心里是重要的位置 而大家发现没 其实改变他 并不能让这个位置 对你来说更重要 或者更不重要 并不会 他还是这个位置 这个人过分也好 变好了也好 对你来说是一样的 是同样重要的 你仍然把它放在同样的位置去看 只不过你的心情会变好 或者变得更糟 或者变得更好 只是改变的 只是你对这件事情的体验 大家明白了吧 之所以这个人会折磨到你 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怎么样 而是他成为你重要的心理位置 而这个心理位置 对你做的一切事情 对你来说都决定着你的体验 你的情绪的起伏 所以我们如果把人和位置能够区分开 那至少在这个心理位置上面的所有感受 你会获得自由 你会获得自由 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分手要死要活 因为这个位置和人无法区分 然后我们的亲人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跟这个位置切割开 比如我的亲生爸爸亲生妈妈 这一辈子他都是这个位置 没办法轻易我就换个认贼作父 怎么样 但是不代表别人不能替代 比如我们做心理咨询 有时候其实就是认贼作父 或者是认贼作母 就是在试图用这个人来修复 这个位置上面带来的不好的感觉 所以这叫遗情 这就是遗情最背后的意义 然后呢 这是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然后另外啊 我看到好多人所谓的改变 也并不是一定需要魔法棒 比如有的人是在讲 我要我老公习惯变好 其实这个习惯变好 用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的技巧就可以了 比如你想让一个人习惯变好 我们通常 通常给他的建议都是不要做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觉得老公那个体重超标了 就是太肥了 这会影响健康吗 你会说老公你不要 把自己搞这么胖 不要作息不规律 不要什么 这样的建议通常没有效果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建议太抽象 它不具体 它是一个让对方 就是作为一个死人才做到的 就是我不要胖 那我怎么做 其实对方 对方的胖们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系列不好的习惯造成的 而这些不好的习惯 每一步都会成为 阻碍他朝这个方向走 所以我们通常其实建议 只要作为一个定的切分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让老公每天称一称体重 别的要求一概没有 只是做一件小事情叫称体重 家里有个体重称 你每天早上称一下 就这个要求 我相信我相信 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是做得到的 因为这是一件小事嘛 然后做久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嘛 变成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就会影响一系列后面的改变 因为它会导致老公开始在意自己体重这件事 而在意体重以后呢 他自己就会开始想办法对这件事情做点什么 那接下来的事情其实是不需要一个人去催他 去逼他 去用魔法棒来收拾他 而其实有些改变 有一些细节 你只需要站在这个人的角度看 他在这个时候需要先做出什么来 而轻轻的使一点劲就可以达到了 所以很多人的那个那个愿望在我看来 其实其实是心理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真的不用浪费一个魔法棒 你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孩子的作业这些 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跟大家分享 然后今天的今天的练习就先到这里 我们最后呢解一个现场解一个梦吧 今天的报梦者在吗 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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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讲 不好意思啊 名字是春 我没有在这里面看到 叫桂春 桂春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叫春了 我再叫春啊 那对葛春你的梦啊 那你先来给大家讲讲你的梦吧 我这个梦是那个我的孩子 女儿的梦是 他是20多岁没有结婚 他在工作岗内不是太顺心 压力特别大 领导对他的不是太好 但是他特别喜欢心理学 他现在在中科院心理学结业了 从小到大喜欢心理学 仍然现在他还在学心理学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现在就是梦见很多人一起 往一个这个大教室或者是大会室走 然后里面大家聚在一起 在说话 在讨论 听两个人分享 他们比较优秀 学习和个人能力素质都被大家很认可 大家也有问他是怎么学的 在哪学的 他就说一个地方的自习室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自习室 第一个自习室呢 离我比较近 第二个自习室离我比较远 我先去了第一个自习室 感觉有点像家 还有一只狗 我也有一只狗 第二个其实是在特别远的地方 差不多在机场旁边 后来我就和别人一起开车 去另外一个地方 拐进了一个小路上 然后进到了一个大商场里面 选择了其中一家店铺进去 里面是卖服装的吗 试了几件衣服 就从另外的大门出去 结果出去并不是商场的其他家店 而是另一个后花园一样的地方 在后花园养的后花园的地方呢 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不太记得了 那里面还有一些人 但比较分散 比较少 再要回去的时候 看到两个人 爷爷带着孙子 他们要回去 就找不到那个回去的路 好像这个花园里是有魔法的 每一个门都是变换着不同的样子 这个有一点类似我以前玩过的一个游戏 后来爷爷要带孙子 要回去吗 回到现实的 生活里他们就穿过两个门 又回到了这个商场里 就感觉很奇怪 中间还有一个片段 大家都在看比较火的直播 有一点像林公宏 或者是健身的这个性质的 特别自律 也特别有形 就是 女儿最近 女儿有对象了吗 为什么关系这个 最近刚 也刚见着一个 就是刚见面 对对对 为什么我觉得跟找对象有联系 是因为后面出现了刘景洪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 刘景洪彭医院 在对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 标准的这个什么 在网上会比较喜欢的 这么一个男性的形象 而且都很健壮 可能是你女儿的一个审美 但这个是很小的细致末迹啊 第一点 要跟大家说就是 大家解梦的时候 最好拿自己的梦 为什么呢 就解的准不准 你马上就知道嘛 然后拿别人的梦的话 其实我们不知道 解完以后 对方什么感觉 而且呢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我们一帮人 在讨论一个别人的梦 多少有一点麻烦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 没法好的 对 我有一点 觉得你 你试图在心理学方面 在跟女儿找交集 因为我们解梦 也是心理学的事 万一你 真能给他解决什么出来 可能你跟女儿之间的一些联系会 你可能想促进你和女儿的联系 这个我能理解 所以拿女儿的梦过来 但是呢 嗯 就是现在解完整的梦啊 因为我才讲了这道 第几课 解课 第七堂 第八堂课 那么有很多理论还没有给大家讲 所以直接拆 可能会有点复杂 比如这个梦是一个主题性的梦 我们最后学习梦的分类 然后整体拆梦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现在给大家讲的可能会让大家有点 有点迷惑 有点困惑 主题场景也分了很多个场景 是女儿 既包括了女儿现在学习上的态度 也包括了她找对象的态度 也包括了她在选择 人生中就是对她来说 哪个更重要的价值判断 大致我看到的是这三点 具体拆解的过程 我觉得因为很多知识点没讲 就暂时不透露给大家了 因为太多 也太麻烦 我觉得就是一个心理位置 大家能够领会 就对以后就已经 对以后的一些理解 就已经很有帮助了 然后我们慢慢的再去渗透 那 你也讲了 女儿现在是在学心理学 这个梦里面体现的是 他目前在几个价值之间衡量 第一是自己的外在价值 比如说去店铺 买衣服 夏捷克讲房子梦 会讲到房子设施的功能 对一个人心里面的对应作用 比如这里 这个店铺是买衣服的 那他在买衣服的过程中 表现出了对自己 外在价值的衡量 他换了好几身衣服 代表换了好几种 好几种职业方向吧 大致是他 他也在试 所以我相信他也不一定 就完全在想要搞心理学下来 他有别的选择 目前在他心里面在 正在进行对比期 然后他在心理学 这里有没有找到价值呢 从第一段可以看出来 他在第一段在比较 他自己和同类 就是一起在学心理学的人 谁更那个什么 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前途 所以你女儿在这里 目前的困惑应该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在心理学上面 我能不能走到一个 让我感觉满意的一个价值位置啊 就是以获得价值 这是第一个发现的 第二个发现的是他 其实那个什么 他其实对这种就是长辈啊 对孙子那种感情是有一些羡慕的 在他看来这有一些像魔法一般既神奇呢 但是呢他他似乎自己来说是羡慕的多 羡慕的多 就是说就是说为什么跟魔法门发生在一起 是他觉得这种事情很神奇 也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上面缺乏体会啊 缺乏这种就是说一个长辈爷爷为什么要无条件照顾孙子的那种感情 羡慕但是不理解 出来这个阶段这是亲情里面的 然后呢 他对他对找对象这件事情能体现出来 就是他处在一个呃 他需要穿过一系列自己对嗯叫什么 就是说就是能能看出来啊 一个女孩子在这里面是在寻找的 他在找路 这是这是梦里面的动作行为 这也是在后面讲那个关系形态 这一部分会给大家讲到的 就是他的目标呢 隐藏在他日常追求当中 最后的落点是看到刘景洪彭于燕 也就是一个女孩子最深处 目前最紧迫的需要还是找对象 这个是这个是能理解的吧 然后呢 但是呢他找对象这件事情和他前面的事情是有一些冲突的 因为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找对象其实涉及到的是价值感 是自己对自己这个价值判断上面 这个是直接影响最后他会把重点落到哪个层面 哪个层就是哪一哪一种对象身上 你就对自己的价值感觉很低 那他在什么呢 找对象的时候他不敢找那个就是说婚姻价值很高的对象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关系里会被嫌弃 这本身就是问题 而你女儿在这里面他正处在这个是什么 他需要在做的事情上面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用这个来弥补自己 找对象的时候的那种 他比较喜欢就是说那个对象好看一点 但是呢他在这样的人面前他会感觉有落差 所以梦里用公众人物刘更宏和彭于燕来对比这种落差 他需要填补的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不把对方看得那么高 那么看得觉得不知道自己配不配得上 这样一个落差 这是大概是看出来的 也放不上泄什么密吧 无非就是这个年纪的女性心中会常有的一些感觉 然后呢再深再私密的就不适合在这里解了 我们只是看一下一个梦大概拆解的过程就行 里面有些涉及以后要讲的内容的理论 我就放在以后再给大家讲好吗 那贵中还有些什么想要知道的 吴老师你太棒了 你解的这些都有关系 另一个我看到那个几个门 是不是那个想学哪个女派 比如在学心理学 然后前一段他是想上外地去 比如说上杭州去找老师学 后来他也没有去上 然后又回家在家里头报网络课 跟这些有关系吗 对原来是他原来在落到现实里 他是正在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当中在犹豫 那他跟着背得上 对得上你不这么讲的话 我大致猜测他可能在几种行业当中寻找自己的价值 这也反正就是他正在寻找 我更适合在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全部都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倒觉得也没必要干预 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与他现状并没有什么干扰 他无论就是找 实际上王老师您说的对 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和学心理学 可能这个也是他要选的最终的这个方向 他该把自己的价值落在具体落在什么事情上 找到他 这其实是个蛮深的命题 这个就要深聊了 因为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在某个行业才能找到吗 一个人其实要了解自己真正的长处 尤其对年轻人来说 还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找到 试出来自己不在什么地方有天赋 才能最后找到那个真正擅长的领域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事好聊的 就是一个尝试不断尝试的过程 那个过程当中 他也会满足一些自己对长辈的那种期望 一个长辈照顾他的 比如心理学的老师 往往我们也会投注一个什么长辈的那种情感 就是移情 然后如果得到老师的认可会感受到很好 我批改作业也是能感受到这个压力啊 但没批改到的人可能会觉得 吴老师是不是不关注我 我收得到这个压力 然后我就只好尽力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 真的 作业对我自己来说也同样是一个 需要不断的去填的坑 但是呢 我还是 我还是每节课会设计 精心设计 做完会让大家有收获感的作业啊 会我我 我是通过作业希望能够传递 我的很多 那个有痛感的体验给大家的 那行 因为学心理学真的是一个痛感的积累过程 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变爽了 很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啊那好 今天也确实耽误大家很长时间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啊周一 周一周二的时候再见 那下一节课就给大家讲房子和植物和人的关系了 那大家再见 谢谢吴老师 再见